是世界欢庭日 从1974年开始 每年全世界的人们在这一间举行活动 提醒自己 我们只有一个新酒 每个国家每个人都有一物守护他的健康 今年世界欢庭日的主题是身无多用心 在欧盟 保护环境和尊重大自然 造就是人民的正确行为 融入人们的行为习惯 成为重要的行为数字 政府在做决定的时候 也会充分考虑环境因素和气候目标 去年年底 欧盟推出了 专心的欧洲律师行政 简单地说 欧洲律师行政就是为了保障欧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以更加具有可持续性 更加环境友好的方式进行的展示 我们会不一余力地应对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的方式 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给人类一个很大的教训 它让人们真实地感受到打破人类与自然的平衡 会带来多么荣然痛苦的结果 我们尝试不及第二次像这样的有生物多样性尝尸和气候变化 和气候变化带来的灾难 我们必须再去行动 可不双坏 中国和欧盟都正在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中慢慢恢复 我们应该确保疫情之后的恢复以绿色可持续的方式进行 同时疫情之后的中间应有助于修复生态的用心 更好的保护野生动植物 确保看到更多的碧水冷剑 我们应该尽量减少二氧化碳的摆放 避免对气候的影响 我们愿意中国一道 亲密合作 取得更丰盛的成果